山居秋名 尽管师父王维一直给人留下一种超凡脱俗的印象 但年轻时的他也曾经非常世俗的想要踏入官场 想当年为了获得一封玉珍公主的科举考试推荐信 王维不惜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了乐手混入表演之中 凭借自己多年苦练的琴艺果然一鸣惊人了一把 接下来在公主的单独会见之中 他更是趁机将自己准备多时的诗作画卷一一献上 惹得公主连连称赞 果然最后成功拿下了推荐信 顺利考中了进士 风光踏入了官场 但谁料刚走进那旁人羡慕不已的官场 王维就发现他分明是个到处暗藏杀鸡的战场 自己今天刚刚被皇帝表扬了一番 明天就必然会有嫉妒者去诽谤自己一通 到处是尔虞我诈的喧嚣 让一心耗尽的王维怎能一直忍受 四十岁以后 王维终于淡出了官场 在中南山下隐居起来 诗作《山居秋明》 就是这段宁静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提名为《山居秋明》 明右边的明字是幽暗之译 明字就表示太阳幽暗 就是傍晚的意思了 所以诗提就是指秋天傍晚的山居生活 山中的窃益生活过得飞快 仿佛昨天还是花草风暴的春景 今天就变成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模样 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过一场新雨 天色将晚之时有了一股初秋的凉意 王维任凭自己的衣襟在凉风中飘荡 不知不觉就看到了秋月爬上夜空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明亮的月光在松林间照耀 将银灰洒满了山泉之中 而清泉的泉水则在山石上叮咚流淌 正将这清泉奏鸣的乐曲听得入神 耳畔却闯入了一片欢声笑语 看来是朱宣归幻女 宣是指声音杂乱的大声说话 幻则是喜的意思 幻女就是洗衣服的女子了 喜喜喜喜哈哈哈哈 从竹林间传来了杂乱的说话声 原来是洗完衣服的女孩子们 接半归来了 那爽朗的笑声 逗得竹林都笑叉了气 这时一旁的莲花也莫名晃动起来 想必是联动下渔舟 下指的是顺流而下 莲花晃动几下 便看到渔船从上游顺流而下 满载而归 渔夫将快乐写到了脸上 唱进了歌里 一切都是这么怡然自得 而王维又何尝不陶醉其中呢 最后还道出了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的心里话 随意是指任平 歇原指休息 在这里指代草木凋零 王孙本来是指王公贵族的子孙 在这里指代王维自己 任平春天 那些芳香的草木凋零就凋零吧 我自可以长久地留住在这里 即便秋风正带走山中的绿叶 秋雨正在凋谢山林中的花度 王维却毫不在意 他只关注于用文字去描绘 空山新雨 明月松坚 清泉时尚 竹轩幻女 联动于舟 一幅幅秀丽的秋景图 能够让一首诗歌 如此诗中有话 看来那句王孙自可留 绝不只是随口 而是王维远离官场后的肺腑之言啊 空山新雨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幻女联动下渔州 随意春方歇王孙自可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